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中国文艺 我是主持人孟胜南 音乐剧是一种 源于西方的艺术形式 它诞生于19世纪末的欧洲 几经发展 形成了融音乐 舞蹈 戏剧 和舞台艺术 与一体的表现方式 它雅俗共赏 在西方广受观众们的欢迎 音乐剧从上个世纪 80年代传入中国 几十年来 中国的音乐剧 从模仿和借鉴开始 继而走向了原创 近年来中国原创音乐剧 硕果雷雷 佳作辈出 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 致力于中国原创音乐剧的 发展与普及 李顿和他的创作团队 始终在路上 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特别节目 李顿和他的音乐剧 前不久音乐剧 古岭在全国各地盛装上演 受到了专家和广大观众的 一致好评 民谣般动听的音乐 暖人心窝的故事 唯美充满中国风的舞台布景 使这部中国原创音乐剧 带着民族符号 直击观众的内心 让我来讲一个故事 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 故事开始于上个世纪初 当时还在墙堡中的我 跟随父母从美国远渡重洋 来到了古老而神秘的中国 我的父亲是一个传教士 就像很多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一样 他爱上了一个叫古岭的地方 古岭 古岭是我们的家 接近天堂的地方 山起深袖 鸟语花香 看西洋下金色麦朗 古岭 古岭 云中的村落 梦想开始的地方 日出而作 我们天天快乐 是外套人般的生活 总是你在歌唱 柳树是你的笑笑 故事你的衣裳 穿外是满天心花 古岭 古岭是我们的家 梦想开始的地方 音乐剧《阿古岭》 取采于一个真实的中国故事 故事发生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 近郊一个叫做古岭的地方 一百多年前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枢纽城市福州 聚集着众多的外国商人 传教士和外交人员 很多人选择在古岭生活 包括一个叫加德纳的小男孩 辛亥革命后 加德纳回到美国 中美建交后 准备重回古岭的加德纳 却意外辞世 遵循她的遗愿 加德纳夫人先后四次前往中国 寻找古岭 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 加德纳夫人终于来到 丈夫魂牵梦绕的古岭 见到了丈夫描述的小伙伴 和那株万年长青的古山树 柳山王 你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你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只要支出心中有个爱的地方 只要支出心中有个爱的地方 我会给你支出 妄想难送对 我只要去等待 该不该 向她表白 有些话不能去猜 越猜思绪越混乱 这世间却成了表代 你能听见我吗 听见我心里有太多太多的话 我想要见面表达 让这思念一触即发 两个星星相遇 两颗星星相遇 一个几杀 你能听见我吗 同一个进度寻来 也会有时长 可这墙并不可怕 却害怕返方向出发 两条路不再会交叉 两条路不再会交叉 不过梦而来 成功在眼前 做最好的自己 This is my dream 终于进入忘谣的梦境 天空飘磨希望的你 情分飞行 情分飞行 重逢就像教授的医名 This is my dream 你想得点击直达身体 我对直播跳动的心 命运显力 我以为不会 我以为不会伤口 能过变成神迹 所以这下回 нес度 我愿意带到你 你要看待 你屈来 我屈来 你屈来 你屈来 我屈来 我屈来 你屈来 你屈来 我屈来 你屈来 你屈来 讓你一笑 天笑 這個是近些年來 音樂劇中 比較不多見的 這樣的音樂的表達的方式 來表達音樂劇的人物和故事情節 這個是我最突出的一個感覺 就在音樂方面它很感人 因為這個戲是一個 比較不太容易搞的戲 它的這個主角 不是從頭一直開始演到最後 後來都是它的想像 但是整個的團隊的創作 從它的童年到它的老年 一直到後來它的妻子 對中國的這種熱愛和嚮往 和這種中美的文化交流 非常打動人 這個故事是一個真實的 真實的故事 而這部戲恰恰是根據這個故事 而延伸了一個 並且與當下的一路一代 非常吻合的一個劇 它通過藝術形式而反映了一個文化的大內涵 阿古靈講述的是一個個人化的故事 卻帶出了近百年的中國歷史 它的作者用飽含深情的創作態度 和極具現代品味的設計思路 表達了對人性善良的真誠追求 使作品超越了年代和國界 很多觀眾也許想不到 這部主題深邃 充滿歷史感和時代特色的音樂劇作品 最早的創意 竟來自於一篇不足百字的 報紙上的短文 這個2012年2月17號 我和王樂勇從北京飛福州 當時我們是演愛上鄧麗君 他說你怎麼哭了 我說這個記事文學超級感動 後來之後他說給我看看 然後他看了之後 我們兩個老男人家一起 就一百多歲了 我們真的是哭得犀利滑辣 李頓 中國著名音樂劇製作人 從1996年創作第一部 取材於中國民間故事的音樂劇 《白蛇傳》開始 十幾年來 他致力於中國原創音樂劇的 發展和普及 創作了很多為觀眾喜愛的 原創音樂劇作品 《如蝶》 《媽媽再愛我一次》 《愛上鄧麗君》等 這篇短文也許旁人看沒有什麼 可是李頓從這個簡單的故事中 找到了一個能夠跨越年代 跨越國界的大主題 這個有關回家的故事 有關中美之間人民友誼的故事 這個宣傳我認為是巨大的 我們沒有理由不抱著一種純淨的 純粹的心態來講述這個故事 所以說我真的希望這個劇 能感動中國人也能感動美國人 也能感動全世界人 主題有了 可音樂劇要靠情節和人物形象 來體現主題感染觀眾 這些去哪裡尋找呢 為了挖掘第一手資料 李頓來到福州近郊的古嶺 在村落裡感受質樸的棉封 我見過老奶奶二十幾次了 她老奶奶不 見過我 這上面好像還有一個 一百多歲的老人家老頭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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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聽牆法動 他請牆法動 她老家啊都有點 對 我來 我來 現在老娘家就是大人的經 來 嗯 1992年她就住在这 加特纳夫人就住在这 你看这个青苔 每个地方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古里 苦苦寻访的李敦 在村子中的那棵古山树 柳山王下找到了戏眼 实际上我们所有的精神 都是从这找到的 就是包括我第一次走进这棵 这棵柳山王的时候 我就嗅它的味道 虽然它的气息 但是加特纳夫人 第一次到这上面也是一样 你仔细看它这个绿色的苔藓 这棵树真的是很神奇 它是一个见证者 见证这一百年 对吧 整个的这个世界的变化 这棵在古岭村中的古树 被艺术化的加工创造 矗立在了剧中舞台的中央 它也化身成了全剧的精神象征 见证了历经百年的亲情 爱情和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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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音乐剧《阿古林》中原创歌曲 唯美而充满深情 并凝结成生命的厚重 让观众久久难以忘怀 我们有两个主场景 就是小孩子他们分就是告别的时候 然后呢就是很多年后 加斯娜回不去 后来她死掉了 然后她的太太伊丽莎白就代替她回去 然后在古典见到了她一些儿时的晚伴 其实只有这两个场景 那其实在这两个场景里面 我自己感觉到 我们在说一个人很想回到一个地方 其实可能大家都很懂这个感觉 因为很多时候 往往在我们还很天真的时候 还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在最纯真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友谊 遇到了爱 当你长大之后 有一天你明白那个是什么东西 你很想回去 回去那个爱开始的地方 那所以对我来讲 对主题的理解就是说 一个人千方百计的 要回到那个爱 当初他发现爱 感受爱的地方 虽然他回不去 其实就像我们一样 有一天我们回头一看 原来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 因为我们小时候 那些的爱 那些美好发生在我们身上 其实已经改变了我们一生 我们的 我们怎么去对待人 我们怎么做人 其实也是因为小时候 有过这么一刻的一个感受 它改变了我们的一生 我都是在讲爱 但是我讲的是大爱 大爱就是给予 而不是说所取 我希望这种 我的这种风格 继续地走下去 我觉得爱很重要 爱能改变我们的人的 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质感和品质 改变我们做人的方式 让我们懂得爱是不容易的 懂得爱就是要给予 不是所取 我所有的作品都在说这个 这样的等待傻不傻 等待只因为相信 相信因为有希望 有句话叫做地久天长 就像星星一样 闪闪发光 他总说 等待只因为相信 相信因为有希望 有句话叫做地久天长 就像星星一样 闪闪发光 《阿古岭》是一部极具中国特色的原创音乐剧作品 但该剧又融合了国际化的创作力量 从百老汇聘请了音乐剧的行家礼手参与创作 使这部音乐剧既具有中国品味 又充满现代时尚 实际上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研究音乐剧这种形式 那研究的同时 我在整合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艺术家 你比如说法国的 加拿大的 Broadway的 伦敦西区的 韩国 日本的 我都在整合 那么我是觉得我们要创作出具备国际审美的音乐剧 我们一定要用国际团队 而且我怎么讲呢 我可以用李安来形容我吧 我觉得李安就完成了中西方文化的转换 实际李安的团队也都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精英 那么我也是这样 我不赞成中国的文化 在中国的文化上走出去这个问题上 我们闭门造居 我们一定要敞开胸怀 我们一定要融入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优秀的艺术家 来创作我们中国的产品和制作 一点点放自己一点点 心急吃不了肉豆腐 多想把鱼系的团团穿 我们一定要用国际审美的音乐剧 就更靠近一点 什么什么都需要你先赚钱 轻松点 别再跑到不远 先别成为流浪海的乡下 你不该怎么办 因为一点点 其实就一点点 变幻想转到乐园 点滴是每愿 一点点再坚持一点点 没过没想想把玩 背楼一刻一如冬天 毕竟不是对我很喜欢 你的坚持就差一点点 真是一朵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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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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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一朵飞 真是一朵飞 这一朵飞就会在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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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